简单的给大家演示 个别一两个这个菲律宾脏拳的技术 打过来一个直拳 这样的效果 稍微的慢一点 好 首先是拍 第一下 第二下是隔挡拍 因为万一你的拍击动作 如果拍不开对方 对方的拳很重 就很麻烦 所以第一个拍击 第二个阻挡 第三个我可能拍过去 就去进行垂击 如果对方在阻挡 所以我可以从这再来打 再去做组合拳的这块的击打 形成一个练续性的打击 这个是菲律宾传动武术的特点 练习的时候 是把西方的拳击和他的动作放在一起 好 同样再打 开始 这个就是他接手的这个速度 就基本上速度就是要求是这样 只不过刚才做的是一个外侧的护部的 如果 这是一个内侧的动作 所以这都是菲律宾的武术的特点 有的时候呢 可能适当的时候会做一些 加上一些其他动作 同样是 比如说就拿右拳吧 这个就是去撞击对方的肘关节 只不过现在我们练习的时候 撞的是对方的大臂 然后需要的时候直接就变成这种 去拿的动作把它摔倒 或者是直接就从这再去做撞膝 其实它融合了传统的武术中的一部分内容 又融合了现代的西方的拳击的这部分内容 结合的算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菲律宾的这种的脏拳的技术 在西方的军警体系当中应用会非常多 而且呢 是一个效果呢 非常好训练方式 因为它还注重左右手的同时训练 就我左侧可以打 我右侧必须可以打 它是要两只手切换的 都要进行练习的 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训练体系呢 会更加完善